这两个都是牙周病其中的一种 早期的炎症我们叫做牙银炎 牙银炎是一种牙周炎的比较轻的表现形式 它的炎症是局限在牙银组织 如果在这个阶段患者进行了积极的治疗 消除了致病因素 牙银的炎症是可以完全恢复的 恢复到正常状态 但是如果在这个阶段患者没有做积极的治疗 炎症向深层组织发展 也就是牙周的支持组织 比如说牙周膜 牙草骨 牙骨质 侵犯了这几个部位以后就形成了牙周炎 在这个阶段你可以通过治疗来控制炎症 但是炎症是恢复不到正常阶段了 继续炎症 肢成了厌炎症 炎症